然後100 這那麼多197個裡面 移到北區的只有118個 就在這個範圍之內 還有包括這個人行道 就是這邊有人行道樹旁邊 這邊一段距離跟這邊的距離 就這三個地方要移118個樹 平均月的樹有大有小 它的樹均大概都是有3到5米的距離 就是因為它建築樹設計的時候 為了BAR不要讓樹太密集 所以說它們有拉開的距離 剩下70幾棵樹木是要移到南區 南區的部分只剩下79棵樹 我們所移的樹木都是ABCD這五標 我們開挖範圍內有影響到的樹木 其他沒有影響到的像這些 還有原來的樹木都是保留著 這些樹木會移到這兩側 就是移完後的這些黃色的部分 跟這些綠色黃色的部分 就是南側的綠地要移的樹木 要移到這三個地方 然後剩下核根病 因為核根病南區最多核根病 北區大概只有兩棵 南區有41棵核根病 大概集中在這個地方 還有就是這些地方 這些核根病我們會把它處理掉 那到時候後面就會開花 所以我們 因為是講過說全部800多棵樹 我們只有移大概197棵 跟8棵的樹保 其他的樹木就是在原地 剩下我們就是做綠地的時候 還有一些景觀規劃 我們會新種樹木進去 所以當初最後我們看的動畫 整個北區裡面的那個公里 裡面都是很多樹 大包補充到這邊謝謝 請問有一個圖顯示說 哪一些樹幾號移植到哪裡呢 我們的設計圖都有把編號 我們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它設計就是比如說 我們這個當初這個編號 比如說1235 移到這邊的是58號 我們就把這58號的樹移到這邊來 它當初就已經規劃 比如說不同樹種 它為了怕打擊 所以不同樹種它都已經編好 所以我們不是說看到 看到這邊就一排把它種完 不是其實如果這7棵樹 其實分散在裡面是不同的地方移過來的 而不是這一區的7棵樹統統把它移過來 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先去找編號 然後在整地完以後 我們會在地上面標示 標示這個樹木的編號 然後我們在這裡面 找這個編號的樹移到裡面去 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不會說 就是隨便看到的地方就種了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些編號都在環評樹裡面有嗎 對 我們如果需要的話 我們也可以提供 好 樹保裡面有 好 OK 那基本上就大概就針對剛剛各位 室女朋友所提的問題 那我們大概做一個回答 那我覺得看看 如果不知道哪個地方沒有回答得很好 不好意思 市長部分 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 那個 我們也要謝謝市政府的人員 我們也希望這個工程 既然都經過合法的開標 怎樣 另外我剛才有提到 你們低標 一標 都把那個禮拜天的 算進你們的工期 那你們的會議結論是有在吸收說 以後這個假日要縮短 每日的 尤其是假日要縮短 市空時間 那我剛才有一個問題 希望你們A標 B標 C標 就不要把星期一天也算進去 對不對 你們A標 B標 C標 又把它算進去 讓假日 這邊是捷運 在施工 你看看 已經水生火熱了 這邊福德街大道路 這邊又連假日也不讓人家休息 對不對 市政府要體 體民所苦 對不對 你們低標一標已經訂下去了 他只有說要求說 縮短他的 縮短每日的施工期時間 尤其是假日 避免老民 我是覺得市政府 老民已經老了 A標 B標 當然是受了很大的干擾 一個禮拜休息一天不過分 跟理長報告一下 不好意思 我們用工程專業觀點來看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今天如果說一個結構在施工 在交捷運動的時候 它必須是延續性的 講角質 才會整個才是 結構安全上才不會有問題 所以剛剛講說 禮拜六禮拜如果真的碰到這個狀況 因為它會施工 那這部分 我們只能盡量請廠商去 就它的工序上去做一些妥善的阿牌 因為我們現場有建造也有建築師 有裝管 那我剛剛講 我這樣回答我怕你們真的不滿 那我 我不會不滿意 因為 那一次洪堅議員也有講說 你們連續壁要早一點做 不要等到下午三四點做 一定拖到三間半夜 我們現在指的是說 你講的工期 那個是連續壁在做的 那我現在的科技是說 你的A標 B標 C標 你禮拜天不要再列進去工期 對不對 應該是說 他的意思是說 理廠的意思是說 這樣的話 未來你們在後面的工進 當然對黃昌或者是對 對 反正你們在工進的時候 灌漿的時候 當然那個沒辦法難停 那灌漿這些必要連續性的以外 盡量假日不要施工 那這個工期上面可能對 承包廠商裡面是不公平 因為你是算在裡面 可是他停止施工的話 他其實是容易一天 那整個兩三年下來 浪費的是數十天 所以在這部地方 希望市政府可以給予一個空間 除了連續性的 延續壁以外 灌漿以外 阿門陀要管進行 拜託 假日盡量停止施工 應該是這樣 安全性還是為前提 這次我知道 謝議員 所以未來在討論工期的時候 就盡量給予寬裕一點 因為里長會要求 我了解 感謝里長的建議 沒有要感謝議員 因為里長 里長說話比較沒力 議員說話比較沒力 沒有啦沒有啦 都說得好 我剛剛講是 我是替你講得好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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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我就幫你審討謝 我們也謝謝宏建議員 因為怎樣 我們議員或我們里長 就是為地方在發聲 我們環商跟大陸來找我們 我們也希望就是一個理性 讓工期能夠順利 我們不是在阻撓 所以那一次 我另外帶一個 有人謊話 說里長要帶人家去抗議 對不對 有一個那也這樣子 事實上沒有嘛 我們1月9號 就在整個議員去協調好了嘛 所以我就說 我們基本上是跟市政府 只要是對地方建設有益的 我們一定是一起幫忙 重點是以後工程在施工一定有影響 就拜託主席 你們要切實的做到 有影響要趕快處理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都已經定案了 不好意思 我剛剛問的 有關於那個圖書館 跟里民活動中心 到底有多少樓地板面積 好像沒有回答我 我們會整理好 然後給你看這樣子 他主要是在行政道 那我們在 你可不可以大約講一下 是什麼樣一個 這里長我們都會給 這沒問題 這里長我們都會給 因為那資料是公開的 當然 可不可以知道 大開是什麼樣一個 像現在的里民活動中心的幾倍 他們現在 你現在可以講 說什麼 你有力嗎 這比你更加快 不是 因為我們有好幾個 我們有好幾個里在這裡 我們有大道里 大人里 有這個中坡里 中行里 還有松龍里 還有幾個 至少五個松光里 一共有六個里 那我想知道這六個里 這麼多人都靠這個 到底有多大 下一次你們把這些資料 每次開會說明 都要放在桌子上 人家問你就要回答 知道知道 一次要學一些東西 知道知道 還有圖書館到底有多大 有像那個市立 有像那個那個那個 南港的圖書館那麼大嗎 你可以告訴我 跟哪一個我們有12個行政區都有圖書館 你可以告訴我 我們的這個信義區的圖書館 到底跟哪一個的圖書館的空間差不多大小 那我們去比較一下 對對對 我們排第幾名 告訴我們 我們排第幾名好嗎 不是 我們一直在爭取這個東西 他如果弄得太小 我們還是要抗議 我只是想知道12個行政區 我們排第幾名好嗎 我這邊再請見 是不是這邊提供資料好了 嗯 那剛剛這邊 詩小姐還有 剛剛到底詩小姐這邊還有一個意見 不好意思